大街上68岁的阿公缓缓骑着三轮车 特别小心翼翼 原来后头在这儿的可是心爱的老婆大人 阿嬷三年前因为车祸被撞下半身瘫痪 只是总不能每天待在家 阿公亲自动手改装三轮车 还在后座加了沙发坐垫 每天在这牵手到处去兜风 报纸阿嬷上下三轮车 阿公丝毫没有任何怨言 只希望他的病情和心情能够越来越好 阿公和阿嬷经验情深感情好得不得了 虽然已经结婚四十多年 不过被直接问到阿公的问题 阿嬷还是会像小女孩一样 脸红又害羞 有感觉阿公这个很爱你吗 阿公有时候还会吹奏乐器让阿嬷欣赏音乐 而说起爱情看起来有点脸 阿公可是有自己的一条道理 阿公除了大胆告白 也特别为阿嬷先生最真情的一问 表达着四十多年来的亲手情 碰到问题就要面对 勇敢处理 带着斗笠 黄志勇依旧带着充满希望的笑容 直接一回剩下他不再一个人 平常陪在身旁的妻子秀明 就在二十一号离开人间 志勇和秀明的故事 两年来可是感动了不知多少人 离患相当萎缩镇的秀明 在先生志勇的陪伴下 一路推着轮椅 花了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环岛梦想 为了就是要给同样病症的患者 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拿出这一块秘密麻麻的布 上头可是这一年来 走到哪里全台民众留下的鼓励 上头为了生命勇士 和一段段祝福的话 只是如今故事中的女主角离开了 但不需要说再见 因为她已经用环岛的行动 留下给大家的最后一段话 笔记本上记录一年来 环岛的点点滴滴 照片刻画夫妻俩甜美的回忆 如今就算只剩一个人 志勇的心还开阔的 因为开始当志工了她 知道未来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在等着她 我相信观众朋友看到这两个故事 一个是太太瘫痪了 另外一个是小脑萎缩症 但是先生都是这样 一个骑三轮车 一个推轮椅 在他们在外面都疯 让她心情好一些 每天每天 而且没有发现看到都是男生 对啊 我们男人比较专情 没有我们后面有女生专情 你弄到这个表现男人不专情 所以那是新闻 我希望永远不要翻这样的事情 但是像如果说这一天真的来了 我一定做得到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太太能够跟我 度过上半辈子 我为什么不能好好照顾她下半辈子 我一定做得到 只是我可能不会骑三轮车 那比较麻烦一点 可能还是 对还是开车啦 对带她去环岛 这绝对没有问题 但今天陪着真的很难得 对因为像曾经 我跟我太太讨论过一个话题 就是讨论 因为其实就是 歌也有一首歌是这样嘛 就像那个什么外女 你知道那个Gail有没有 我太太就问我说 如果有一天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嘛 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 我年纪比你大 所以我应该会比你糟蹲 我太太说那不一定啊 你们现在就已经在讨论这个 我没有讨论过这个 因为像之前 以前艺人其实有一本 就叫生死一言 也有讨论过这个意义 那我太太问我说 那如果有一天 我们两个 就是我觉得 我宁愿 我宁愿比他先走 我希望他比我先走 对因为我不希望他 因为我走了 然后而且才痛苦很难过 你这样懂我意思 我懂 因为把痛苦留给自己 这个是林绝铭的语气绝笔 对 但是你刚刚因为 你讲错了 那个feu都没了 对 你让他继续讲好 那是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 对 当然 就是说最好我们是可以 我们没有办法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如果有一天是可以一起走 那也蛮感人的 因为谁都不希望去面临 失去对方的痛苦 对 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选择 我会觉得我希望痛苦的人是我 但我刚才立刻打火枪 他说你应该马上就去教第二课吧 又拉回线 对 但因为大家都不会希望这事情发生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深爱着对方 对 你当然就希望大家常常久久啦 对 但是刚刚看到的这两个故事 我会觉得就是说 呃 其实这种事情你不要以为他不会发生在真实世界 那两个事件就是最好事 而且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 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故事就是那位老先生 他是姓冯 冯老先生 其实他还有一些感人的一面 这个新闻内容没讲 是你知道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从来 他们结婚四十几年 四十三年 对 他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你知道吗 他的太太 还有他的三个小孩 全部都有小脑萎缩症 然后呢 传信 对 那他太太是在19年前 小脑萎缩症开始发作 那他的三个小孩是在十几年前 他这样子一路的照顾妻子跟 小孩也照顾 三个小孩 都是小脑萎缩症 你说他还有什么时间能够过生日 所以后来是因为这个 就是小脑萎缩症的协会的病友 做了一个企鹅蛋糕给他们 为什么企鹅呢 因为他们这个病友协会 就是以企鹅为标志 因为小脑萎缩症的周围路来会 会这样 失去平和 对 所以他们就以企鹅为他们的协会的标志 送了一个蛋糕给他 那当时这位冯老先生在吹蜡烛切蛋糕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这是我八十多年来第一次过生日 而他许下的愿望呢 就是我希望我家人 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病情千万不要恶化的太快 那也许我就能够再多跟他们一些相同的时间 你看他现在把握时间 把这个三轮车花七万多块改装成有遮雨棚 带着他的老婆到处去玩 有没有 我想这样的一个爱情 我跟志伟其实是做得到的 我相信任何观众朋友看到 一定 我相信你们都做得到 不一定吧 做得到啦 做得到 我觉得很 其实还蛮难的 我觉得蛮难的啦 因为说 因为那不是一天几个月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如果像中博讲的那个故事 因为他照顾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那我觉得说 我们现在 现在来讨论会觉得说 我做得到 可是 真的当你遇到的时候 那也许 但那真的是问号 有些人还发不得 赶快把那个老婆堵死或怎么样 这很多都是在生活世界吗 想那样的 但我觉得说 我们还是 你姐讲那个还是有啦 但我还是比较相信说 人性是 本善的 对 那当然 有些人他是真的会撑不住 也是有啊 就是说真的 照顾不了 受不了 就是最后把他推去 推到海里面的 也是大有人在啊 我这样的爱真的是存在的 是的 那我现在要讲这个故事 就是说在香港有一个 也是有一对 结婚44年的夫妻 他们结婚44年呢 但是老公有30年 都在照顾老婆 那老婆刚嫁给她的时候 本来婚姻幸福 非常的美满 然后呢 两个人呢 就是也有一个爱的结晶 可是就在这个小孩 出生没多久之后呢 就发现 小孩 小朋友大概三四岁 就发现老婆得到癌症 她得到那种 B&I 那她那时候 不是末期 大概是二期 可是在治疗的过程 因为B&I像用电 也要来治疗 那她可能会 并发一些并发症 那这个太太呢 她就是在整个治疗 过程当中 结婚44年 然后她发现得到癌症 30年前 然后接受治疗 20几年的过程当中呢 太太慢慢的 她的听觉 拼力受损了 慢慢的 她讲话也不清楚了 那这个老公 从老婆年轻貌美的时候 照顾到她 到她两发变白 然后呢 已经聋了 已经哑了 她对她也是 不离不弃 那最主要是说 她为了这个老婆 因为老婆讲话不清楚 沟通不一定 沟通会有问题 但她担心说老婆 听不懂她讲的话 或是她听不懂老婆的话 她必须要去学唇语 就是读我读唇嘛 因为用读唇的方式 因为太太 要读她的唇 她必须要讲得非常的慢 这个唇才读得出来 然后包括太太要讲话 她也要读太太的唇 所以他们倒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沟通 那这太太曾经呢 在过程当中跟老公讲说 你让老婆曾经有试图自杀过 因为她不想拖累老公 但是老公呢 把她从鬼门关救回来了好几次 然后呢 跪着求老婆说 你这样做 就是会逼着我跟你去死 所以你一定要为了我们的生活 为我们的那个 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太太非常的感动 然后这老公呢 每天跟她一起睡觉的时候 她握着太太的手 让太太觉得说 我一直在你身边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感动了香港非常多人 然后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还出了书 对 所以就是大家想说 哇 世间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人 真的啊 你说现在夫妻真的三言两语 然后不合就吵起来 要慢慢去读她的唇语 去知道她的心情 但是我小小补充一点点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要讲郑宏丽大哥 但是讲郑宏丽大哥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最近的那部电影 因为讲到妻子离 其实像我刚刚讲一个重点 就是当你的另外一半生病 如果这个病是一辈子 或者是要 一直要生病到她往生 那段时间其实痛苦 是在照顾她的人 那最近那部电影 叫陪你到最后 她是一个荷兰 很有名广告人 一个男生 他们本来是一个 幸福的家庭 有一对很漂亮的女儿 结果太太得了乳癌 你知道那整个过程 第一 她陪太太去切除 第二 太太整个化疗的过程 都是她陪同 甚至到最后 太太挨沫的时候 你知道夫妻两个 坐在那个床上 她要 她要她先生 去摸她空掉的那个乳房 你知道先生的感觉吗 然后她要先生 抱她起来去洗澡 然后洗完澡回来 因为在荷兰他们这个 这个就是安乐死 是合法的 最后是先生签了字 因为太太强迫 先生 拜托你让我 好好的走 我受不了了 在荷兰是可以 可是那整个过程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她陪她化疗 陪她一路要站起来 然后看到太太的身体 是整个这样子 凹陷进去 你真的情何以看 好难过 很难想象 对不对 真的 然后我们知道说 前几天 我们不管她的政治倾向 我们要来讲到这个 宏一大哥 郑宏一大哥 对 不提她的政治倾向 然后不提她那件事情 她跟她老婆感情非常好 甚至说她老婆身上 有一半的血是郑宏一的 这个故事也请盛梅姐 来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她的感情之前 应该就是 所谓先天性的 这个血液的那个问题 血小板严重不足 那在大二的时候 他们两人就相恋 所以他们是很早就认识的 可是这个病呢 是在那个 就是郑宏一太太 大四的时候 去打工 那时候打工 就突然昏倒 因为很严重 就送到医院去 就发现 奇怪你的血小板数 跟正常人比起来 就严重的不足 才发现就说 你有先天性的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你想想看 你有先天性的疾病 但是当时 他们只是一对情侣 那会考虑到 后来要不要结婚 对不对 洪英大哥说 他毅然决然 就决定他一定要娶她 因为他看到 他的太太 当时是他的女朋友 一个人打工 然后完成自己的学业 完全不用家里 支付任何学费 他觉得这个女生 值得我们可以 相互的依靠 所以他还是娶了她 而且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我觉得 洪英大哥的那个 当时愿意去娶她 愿意跟她 共度一生 那个力量 是造成就是 我们的大嫂 她能够很勇敢 对抗病魔 因为到后来 这几年 我们正大嫂才发现 原来她还有另外一个疾病 因为她全身会 不断地溃疡 胃会痒 身体也会溃疡 然后三不五十发高烧 那就到医院去检查 才发现她得了一种罕见疾病 叫被歇视症 它是一种罕见疾病 所以要不断地输血 因为你刚提到说 她身体里面 应该是有很多 善心人质的血 因为要不断不断地输 可是你想想看 这样的病 我听洪英大哥讲说 你们根本不能了解 她的痛苦 她说她太太躺在那里 她都宁愿她自己 是躺在那里的人 你了解吗 她想帮她承受那个痛苦 可是她没有办法 然后这么多年以来 你刚刚讲说 不要去讨论我们 所谓的政治色彩 但我必须讲就是说 她那个政论性节目 你知道一开始 是七天 我们还是五天 对不对 一周七天 她是七天的 你知道洪英大哥 有一段时间是全年无休 她用什么时间照顾她 对 晚上 就是她下节目回去 在医院 在一天只睡一到两个小时 对 我今天不是替她说话 是她很煎熬 像无上我们在座 我们都去上过 她的另外一个节目 我们到现场常常看到 其实洪英大哥 是很勉强打起精神 因为太太有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甚至发出病危通知 但是现在情况好一点是 大家都知道洪英大哥 喜欢打高尔夫球 我相信一方面 当然也为了健康脚想 另外一方面 她是要拉着太太说 来 你快去 至少动一动 因为高尔夫球 我觉得真的一定很多人 没有见过 郑洪英的这一面 对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